臺灣燈會是從 2001 年開始 走出臺北 輪流到全臺灣各縣市舉行 透過這樣的設計 把資源帶到每一個城市 也更能夠帶動地方的發展 這麼多年來 我們已經看到臺灣燈會在每一個縣市 都結合了在地的文化特色 展現出當地獨特的歷史跟城市的魅力 也吸引了許多國際觀光客來臺灣 臺灣燈會經過多年的努力 已經成功被打造成為一個行銷臺灣的重要品牌 今年是睽違 23 年後 重新回到臺北舉行 2023 臺灣燈會在臺北 回到最初的起點 也代表了一個嶄新的開始 臺灣已經做好準備 歡迎全世界的旅客來到臺灣 今年的臺灣燈會十分精彩 共有四大展區 分散在臺北市的 12 個行政區 每一區也都有驚喜 我們今年的主燈玉兔壯彩 是由知名的藝術家李明道先生所創作 他以臺灣的晶圓產業為概念發想 也邀請了我們奧運金牌選手郭敬春參與設計 看到這隻兔子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眼熟 因為藝術家用特別的技術在機器兔的臉上 呈現了郭敬春的笑容 真的非常有創意 這次的展出也結合了在地文化和創新科技 許多城市的建築和景觀 都成為燈展設計的一部分 非常特別 在其他展區也有許多來自國內外的藝術家展現巧思 帶來許多精彩的創作 這場燈會也展現出中央和地方共同合作的成果 我要感謝主辦單位和策展團隊的努力 也請大家給所有投入燈會的夥伴 一個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他們 臺灣燈會經過這麼多年來 在許多不同的縣市進行巡迴 現在每個縣市都發揮在地的特色 舉辦非常豐富的燈會活動 大家逛完臺北的臺灣燈會 也可以到各縣市的燈會逛逛 一起來振興國內的旅遊 也促進消費 最後 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進行點燈的儀式 希望新的一年 從中央到地方部分黨派團結合作 一起回應人民的需求 共同為臺灣來努力 相信一定能夠眾志層層 團結共好 也祝福大家元宵節快樂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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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